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月下地图IAMM 今天要继续和大家分享的书就是《心楼》 在之前的章节也有说到 不但可以帮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精神状态 还可以维持自己的精神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帮自己建立意识秩序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心灵游戏的规则 记忆不是塑造心灵状态的唯一工具 如果不能够将记住的事实分门别类 或者找出规律都是枉然 建立秩序体系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为每个东西命名 我们发明的文字可以将互不相关的事件 变成通用的类别 文字的力量无远忽界 《圣经》《创西基》第一章里面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迹著命名他创造了白咒和黑夜 天空、大地、海洋 以及世上的万物 就是这样完成了整个创造的工作 《约翰福音》是这样开始的 宇宙被造以前、道、已经存在 这里的道指就是文字 古希臘哲学家克拉克特的著作 留下来的残篇段间中看到 道是永恒不变 但人类对他的理解始终原地踏步 这些引言都在告诉我们 文字对长官体验非常重要 文字是大部分符号系统的组成元素 它令到我们方便思考 也令到我们的大脑储存能力大为增加 少了这种整理资讯的系统 就算记忆力怎好 都觉得意识处在一片混乱 有了名之后 接着就有数字和概念 最后再用规律可预期的方式 将它们结合起来 细元前六世纪 古希臘哲学家 彼得国师拉 与他的学生开始着手 分类整合这一项艰举的任务 希望找到可以将天文学 几何学 音乐 与宣述结合的共通法则 不意外地 他们的工作很难与宗教脱离关系 因为双方的目标非常相似 想要找出方法来表达宇宙的结构 两千年后的天文学家 克卜勒和物理学家牛顿 依旧都是追求相同的东西 理论思想从来没有完全失去 他古老迷语般的异象特性 世纪前四世纪的阿尔傅塔斯 是一位哲学家 同时也是塔兰托成邦的最高统税 他曾经以自问自答证明了宇宙是没有边界 如果宇宙有边界 那么假设一个人站在宇宙的边界上面 将一根长矛向外拋 会发生什么事呢? 如果有边界 那根长矛就会掉出去 消失在宇宙外的空间 所以按照这个想法 宇宙应该是没有边界的 阿尔傅塔斯的推论听起来很粗糙 但是想想外印斯坦为了证明相对论 提议在车速不同的火车上 看时钟走的速度会不会跟着改变 不是都是一样的思考实验吗? 除了故事和谜题之外 所有文化都慢慢展示出几何表示和形式正法 所有文化都慢慢发展出几何表示和形式正法等更有系统的规则来结合资讯 利用这些公式 我们可以描述星星的移动 准确预测季节循环 并正确地为地球整图 抽象的知识演变成我们现在所知的实验科学 这些都是拜规则所持 这里有一件很重要但我们经常忽略的事 知学和科学的诞生和蓬勃发展 都是因为思考一件令人愉悦的事 如果这些思想家不倾心于演绎、推论和数字所建立的意识秩序 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知的数学和物理科学 然而当大部分的文化发展理论都不认同这个说法 坚信各种物质决定论的历史学家认为 一个人的思想主要是赖以维生的工作素组 根据他们的说法 宣说和几何会发展起来 是因为大河流域 例如底格里斯河 有法拉底河 印度河 长江 和尼罗河的水利文明 需要利用他们来获得正确的天文知识 和观看科技 对这些历史学家来说 人类所有的创造都是因为外来的力量而生 这些外来的力量包括战争 人口压力 扩张领土的野心 市场状态 科技需求 或者阶级斗争等等 外在力量可以决定众多观念中哪些是重要的 但没办法解释他们的生成 例如原子能力的发展和运用 曾经令到德国和英国 美国之间的生死之豆变本加厉 但核分裂的科学基础和战争是毫不相干 他是太平盛世时候研究出来的知识 或者是欧洲文理学家把酒言欢的产物 最后经由哥本哈根的某间啤酒厂 传递给波尔的观念 伟大思想家的动力 是沉浸在思考中得到的乐趣 而不是物质上的报酬 特莫克利特 是古代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之一 甚受他老家阿布德拉的同胞外带 但是他们完全不懂得莫克利特在做什么 有一次他们看到莫克利特 完全不动地陷入尋思 觉得事情不太尋常 以为他病了 于是就请古希列名医 希波克拉底 去看看他们的圣人什么事 希波克拉底不单只是名医 还很有智慧 看完之后 他请大家放心 他们的圣人非常清醒 他不是瘋了 而是陶醉在思考的心流里面 特莫克利特留下的文字片段 描述了操练思考是多有意义的事 思考美丽的事物 或一个新鲜的想法 令到我有一种神圣的感动 幸福不存在于力量和金钱当中 它藏在正义和各种事物当中 与其拥有整个波斯帝国 我宁愿发掘真理 也难怪和他同时期之后交话他生性乐观 特莫克利特常常都说 快乐和智商可以消除一个人耐心的恐惧 没有什么可以战胜过他们 换句话说 他的人生之所以充满乐趣 是因为他知道怎么可以掌控仪式 特莫克利特不是唯一涛在心流的思想家 其他人经常都认为哲学家心不再燃 意思是他们偶然会全心投入最喜爱的知识灵域 沉浸在以符号呈现的世界 而又与现实生活脱节的情形 就像牛顿一样 他就会经常把手标当成鸡蛋 丢进热水里煮 另外一只手还拿着鸡蛋计时 他应该在所有的精神能量都投入去抽象的思考里面 以至没有余力去管理现实世界的事 我的重点是 饱玩思想是很有乐趣的事 不管是哲学家还是新兴的科学思想 都源自于寻找描述现实的新方法时的乐趣 每一个人都拥有令到思考产生乐趣的工具 学校和图书馆里的书籍记录了五花八门的知识 一个人一旦熟悉了诗词的韵律或者微跡分的规则 就可以不用再依赖外界的刺激 不管外界发生什么事 他都自己有一连串的秩序想法 学会怎样运用符号系统的人 就好像心灵里面有一个自吸自足 可以随身攜带的世界 有时候这种耐化的符号世界甚至可以挽救生命 听说冰岛的诗人密度比任何国家都高 是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特别恶劣 只可以靠背中长篇的诗来维持意识秩序 几个世纪以来冰岛人不但将祖先写下来的史诗保存起来 还加添了一些新的诗句 在与与世隔绝的寒夜里面 他们无视外面寒风淋裂 在简陋的小屋里围着炉火淫屍 假设他们什么都不做 只坐在这里听西北风咆哮 内心应该很快就会被恐惧和绝望填满 但藉着有条理的格律和稳律 再以口说异象的方式将生活事件融入其中 他们成功掌控了自己的体验 在狂乱的暴风雪里面 他们创造了有风格有意义的思过 这些史诗对冰岛人的帮助有多大呢 少了这些史诗他们还能不能够存活呢 我们没有确切的答案 但是又有谁有胆量去挑战呢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文明突然被剝夺 身处极端逆境的人身上 就好像先前提到集中型或者极地考验的生还者 外在环境残酷不易 内在的符号系统就成为了旧熟 这个时候具备心灵规则的人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优势 私人数学家、音乐家、历史学家 和圣经学者比其他人都更能够在惊涂海浪中困住阵脚 就某个程度来说 种田的农夫和森林里的佛木工人都有类似的支持系统 缺少内建符号系统的人很容易成为媒体的俘虏 他们很容易受狡猾 也很容易被安抚 所以卖东西的人都将他们视为羊蓝 如果有人依靠电视、药物、草率的政治或宗教救赎 那都是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其他方法 缺乏内在规则 很容易就会被一些自称有答案的人修复了 无办法供应自己资讯的心灵 只能万无目标地随意飘浮 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决定自己的秩序 是要由无法掌控的外界决定 还是借由本身拥有的技能和知识来建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利用自己最熟悉的符号来建立意识秩序呢? 建立意识秩序不但可以帮你的意识保持清醒 还可以令生活变得更有趣 大家又用了什么方法去建立自己的意识秩序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继续分享其他 拜拜!